假期后港股,在好有我股情绪带动之下,果如所了,追回不小失地,首先是从十二五零零零关,这对稳定军心十分重要,其次是在关口之上站稳脚筋,以二五三三零点的高位收市,升三六八点,成交一千七百九十六亿元,旺点比预期的多,为作使一大特色,以板快论之, 汽车、玻璃、本地银行、本地地产以及科创股,都有升势,纳入成份股的信义光能00968及信义玻璃00868双双上扬,分别升百分之六及百分之七,最为月目,以信义玻璃来港,乃第二日上升,但在这以前,却是连跌多天,经过较大幅度的调整,所以即使这两日回扬, 也还比高位落后甚远,以一个月为期,其高位为二十九元半,作日报二十一元九角半,至于五十二周高位就达三十三元七角,相距更远了, 信义光能走势与信义玻璃相似,但幅度不及后者者摩阔, 建行主动展述对恒大房地产的贷款,用没有预期及总体风险可控来形容,指出与恒大的贷款余额相对较少,抵押充足。 这一说明有两种反应,一事件行股价昨日仍要跌一跌,因为承认确实与恒大拉上关系。 另一为,市场对恒大事件不自在恶化增添了信心。 昨日有传内地监管当局已允许银行加快发货案揭贷款。 这对整个楼市起到稳定作用,新经济股三巨头均告上升, 不过升幅各有不同,最强的是美团03690,上升百分之四, 次为腾讯00700,上升百分之二,至于阿里巴巴零99881度下跌, 没断财反升五角,升幅百分之零点三,经过近期的整固, 估计这一板快的回条已大致完成。 对投资者来讲,罪咎病者是一直指扩张消钱而不派发股息。 腾讯是有派息的,但同股价比,湿碎得狠,美团仍在亏损状态中, 阿里的手身得太长,涉及行业太广,这是其致命商。 日后恐怕还要再整顿,减少对一些不相关行业的涉及, 务政业行政图,足以为界,行指从上25000关, 亦升于25200以上,已证明可以站稳这一关口。 如无意外,应不用再考验25000的支持点位, 不过亦未必可以扶摇直上,估计刑事反复推进为主调, 炒股不炒市,将更显投资者的功力。